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台湾人 我爸爸在杭州开工厂 所以我们暂时住在杭州 去过北京吗 当然去过啊 北京杭州你更喜欢哪里啊 这问题有点难 如果是讲居住环境啊 天气气候的话 那当然是杭州 可是我也蛮喜欢北京人的 我爷爷就是北京人啊 我最喜欢听他讲话了 这是怎么回事 回不家而因 世家而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然后 后来我爷爷因为大陆沦陷 就跟着国军彻退去台湾 等会儿等会儿 我们叫解放 你们叫沦陷 我们叫解放 解放 什么叫解放啊 我明白的 解放跟沦陷 只是角度上的说法不同而已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就是啊 有些普遍的价值观 被大家认同的 好像 慈悲就要有人爱之心啊 你想这次大地震 台湾各界都踊跃在那儿捐款 大陆人民还是很感动的 我爸爸的企业也有捐款 我们其实看到同胞这样受难 大家都很心痛 尤其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 真是可怜 我在新闻里看到一母亲 临死前还在给孩子喂奶 人都厌弃了还在补月 母性真是伟大 做母亲是可以为孩子牺牲一切的 爸爸也行 甭说是亲生的 就那些孤儿 我都想申请领养了 你真的对孩子这么有爱心吗 有啊 你要是孤儿 我也可以领养 您真是贵人都忘事 我刚不是跟你说过 我爸爸在杭州开工厂的吗 不过你不要失望 我肚子里也有一个 你可以当他的爸爸 你不是没结婚吗 没有 可是 我怀孕了 谁的呀 那个男人我不想提 他都不让肚子里的贝贝了 我不想小孩出生以后没有爸爸 所以 我想提他找一个有爱心的爸爸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 这个嘛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你我是蛮容易的 可要是 你不是说你不在乎是不是亲生的吗 如果我们都不讲 小孩子一出生就看到你 他应该 那不就等于是亲生的吗 孤儿我是可以认可的 父母双全就另一回事了 宝马车头上插一奔驰的标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能开不就行了吗 可要是出了故障 奔驰的零价配不上 宝马又不管休 要不还是算了 陈蒙你看得上我 要不你再找找别人 我就人痛割爱了 多好的事啊 你怎么这么没爱心呢 我觉得挺合适的 你看 人又长得漂亮 家里又有钱 还能白老一儿子 说实话 就你这条件 你算是重头彩了 别的事我可以不劳而获 娶媳妇生孩子这事 我还是想自力更生 不接受委员 我觉得 征婚这事对我来说 是挺不靠谱一事 歪瓜裂枣的咱看不上 但凡长得有模样 看着顺眼的 不是性能 但就身怀鬼胎 心理健康历史清白的 姑娘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一个都碰不上啊 你别拐着弯骂人啊 谁心里不健康了 你就历史清白了吗 我没说你 你不算长得顺眼的 我 用顺眼这词都低估你了 你得算是秀涩可参 人潮中惊鸿一撇 嫁得黄舌 且都不输给戴安娜的那种 有的人是情人眼里才是稀释 不过分的说 仇人眼里都是稀释 别蹦这儿了 笑出来吧 跟你说点正事啊 我陪你约会啊 你能不能也陪我见个人呢 我没约你啊 是你自己非要来的 你去不去 不去 我再问你一次 你去不去 不去 行 再见